第三章 怪獸在哪裏 莫多狗山羊達夫也 跟著趕回到山羊草原 他喜歡偷偷研究黑衣公主的忍者招數 在真正成為山羊復仇者之前 他還須要多加練習 等他趕到草原時卻發現 黑衣公主根本沒有對怪獸開戰 黑衣公主居然都起嘴巴 準備要親怪獸 情況不該是這樣 黑衣公主會和威脅要吃 山羊的怪獸大戰 他肯定不會溫柔對待那些怪獸 也從來不會想要 督嘴親怪獸 達夫你說的怪獸呢 黑衣公主慢 達夫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說不出話來 只能用手指著地面 在那裏 黑衣公主移滑的慢 達夫又指了一次地上那些兔子 到處都是兔子 他隨便一指都會指到他們 除了這些可愛的小兔兔之外 我什麼也沒有看到我 公主說 這些兔子就是怪獸 達夫喘著說 黑衣公主笑著說 小兔兔才不是怪獸呢 他們是從怪獸國來的 達夫說 他們全部都從哪個洞裡跳出來 而且他們在吃山養要吃的草 阿若達夫 黑衣公主說 他們只是可愛的小兔子 那有可能造成什麼傷害嗎